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迪瑟就报导说 其实当时候金正贤会这样是因为护灭了一个人 是他当时的女朋友徐瑞芝这种的操控讨 根据迪瑟爆料的这个短讯内容就讲说 他不准我金正贤跟女演员有自体接触 no no 然后又不可以有爱情戏我no no 当什么演员这样 其实这个只是开始吧 因为过后我就一直有徐瑞芝的黑料出来 那么当中有一个就是他之前跟金正贤拍过电影嘛 然后有一场驾驶戏他是文学驾驶 当时候真的是吓到了这个坐在副驾驶的金正贤 而且大家都没有想到他有这个举动 但是他一点都不觉得很害怕 他是反而很兴奋 我的天啊 我觉得就是他的爆料越看越觉得越傻眼 真的 就觉得没有想到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就当初我还蛮喜欢他在就是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里面的表现 这样没有想到他感觉他是本色演出 我问你啦 假设你看像演员的人设突然崩掉了我 你还会看他的戏吗 也要看那个崩的那个 崩的那个情况啊 但我觉得像徐瑞芝来讲 我不是对他特别的喜欢也没有对他特别的关注 我会看到他的戏是纯粹因为那部戏好看 然后也看到这个人 所以对我来讲可能 我觉得应该还好我会看 就是看那个电视剧大于看这个演员的感觉 因为我以一个路人来看啊 我不是一个粉丝来看啊 但是对我来讲 是有一点重新入戏啦 因为我的想象力比较厚 所以我会很容易把演员的现实人格带进这个戏里面 就是如果你现实人格跟你的戏里面的角色相差太大 我会没有办法接受 如果要看回就是精神病那一部戏的话 我也觉得好像还ok 但是可能新的戏就会有点怪怪的 然后旧的戏我还是会觉得 那个时候的我看的那个观感是 他还是ok的啦 我是这样想啊 看旧戏 因为好像我喜欢我们俩发现了一篇 就是旧戏嘛 可是因为里面其中一个演员 就是被爆过对内霸凌这件事 虽然其实最后没有承认过 就没有人知道事实是怎样 但是因为他在戏里面是饰演一个被霸凌的人 如果你霸凌别人的这件事情是事实的话 我就会觉得 what 你一个霸凌的人 然后你去演一个被霸凌的人 我就会觉得很格格不入 哦 这样也没关系啊 反正我其实也是很喜欢他偶然 因为我拍偶然又不是看他 就skip掉他来拍啦 ok咯我也是啦 其实 讲穿了就是看帅哥咯 对 如果今天是你的本命有黑料 你会不会继续看他的戏 继续看 我要看这个黑料的严重程度 不要是伤害到别人的 何谓严重程度的伤害别人 就是不要有伤害别人的啦 就不要有伤害其他人的事情 就不要讲那种杀人放红的种类 对啦就是如果他就是 这样如果是劈腿耶 劈腿伤害到别人 这样他也算是 有伤害到别人啦 这样如果是 one night stand 他就是一个很喜欢one night stand的人 就是ok 他很 很会很爱 约炮 但是如果两方都是 你请我愿的话 我觉得没有构成 伤害这个问题 伤害这个是建立在 对方不愿意 或是对方不开心的情况下 才成立的 你问我问他这样爽啊 这样你咧 你本命如果有黑料 你怎样办咧 其实我觉得我好像 一 踏出啦 就是我还 我的本命现在目前 还没有有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我 我就觉得我应该 想象不到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是ok 是因为我好像会比较注重 就是说他 演绎上面的那个作品 就比如说 我就真的很喜欢看这个人演戏 我觉得是每个人的那个看戏 就是最新的方式不一样啦 就是 我自己本身来讲 我觉得演员要有基本的人格道德 然后我才会 对你的戏也才喜欢 人格道德 然后好像我没有道德 没有 所以因为你包容度比较大 我包容度比较小 没有没有 我就是喜欢看他演戏 听他唱歌 这样子 就你们而言 你们就觉得 就是有黑料的演员 你们可不过接受他嘛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这星期有什么 铁肉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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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pir的官方YouTube 上传了一段他们拍摄画报时的花絮影片 其中有粉丝发现 在Karina和Winter接受访问时 有一位男性工作人员拿出手机 开了相机 接着经过两人生后时 身体还倾斜 感觉就像是在偷拍群底风光 之后SM澄清了 表示那位工作人员是当天拍摄的摄影师 并没有发生任何事 而Winter也表示 现场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状况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虽然如此 但粉丝还是对于这个画面感到怀疑 希望真的没事 2Anyway的帕邦近期就回归了叶塔纳 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就被主持人问到 是不是常和成员们联系 帕邦就说他们时常会联络 在11周年那天还一起聚会聊天 甚至还录了音哦 不过虽然录音了 但还是不确定会不会发行的 这个消息一出 网友们纷纷期待 四人合体回归的那天 我们真的等很久了 我的精神粮食又要回来啦 机智医生生活第二季终于定档了 他将会在6月17日跟我们见面啦 这次依然是原班人马出演 还能继续看到五人帮美好的友情 而且这一季还可以期待一下 安婷媛和张冬天医生的爱情啊 最重要的是 作为五人帮唯一的女生松和 到底会不会和李义俊在一起呢 期待爆表啊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见 记得按赞分享和订阅哦 安较